在一个侵害跟损害事实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去判断说 在这个案情中是自然人的问题吗 还是说这个问题是法人的问题 亦或者最困难的 在一些案情当中 我们判断可能有部分自然人的问题 法人可能也不能够免责 这种情形之下请各位同体注意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承认法人自己侵权行为 所以如果法人是雇主的话 他已经不仅仅像过去 可能你的受雇人自然人构成侵权 比如说公车司机打瞌睡 撞到人撞伤人撞死人 那客运公司依照188条连带负责 或者是契约法用224条来去 为旅行辅助人负责 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承然会非常可能构成 自然人自己的侵权行为 一发是打瞌睡的一个行为 去撞到人 以及我们的法人自己的没有妥善监管 没有去走测 没有去好好的排班等等的 法人184 那各位同学 两个人184加起来就是什么 185嘛 共同侵权行为 所以各位同学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上堂课跟同学讲了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基本的观念 请问一下特殊侵权行为 会有特别规定去取代普通规定的问题吗 我说不会 要件符合就可以依照那条请求 因此现在的法人的一个侵权 你要写188 你也要写185 如果它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话 那什么时候写188 什么时候要写184 什么时候都要写 顺便我们来跟同学讲一下 在你的题目的铺排里面 如果构成了侵权行为 它有复数个请求权基础的话 到底要先写一般侵权责任的规定 再写特殊侵权行为的规定 还是我们说特别规定 优先于普通规定吗 至少让特殊的优先于一般侵权行为呢 好 这个你用你的法感 野性的法感思考一下 瞬间我要想出答案 那我要跟同学说 不管你是说一般到特殊 或特殊到一般 其实都不能说你错 我说过了嘛 基本上在国考上面 很多时候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什么 而是说最好不要做什么 或是最好要做什么 所以像我自己在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最简单最功利的想法就是 怎样写会让你的写作变得比较浅重 比较轻松 这个也比较轻松 包含呢 你在写第一个请求权基础的时候 它不会带到下一个地方的一个真点 让你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荣厚在数 也不会让你在写第一个东西的时候 写了这个要件 第二个东西的时候 你又再写同样的要件 同意的反复造成杂踏跟浪费时间 因此要看个案的情形而定 什么叫个案的情形呢 简单跟同学说明一下 基本上原则会是从特殊到一般 这是原则 例外是一般到特殊 好 什么原则呢 为什么我们的原则是从特殊到一般 就是除了特别的一个情形之外 是从特殊到一般 其实理由很简单 特殊侵权行为 它的举证责任转换 代表说有一些要件 你不用写 它的要件被简化 在私律还没有考病同考试之前 有一些律师的考试 他的问法很特别 他说请问如果你是谋家 或是谋乙的律师的话 你会如何帮他去做个主张 这个你去看106年之前 104年之前 有一些律师的题目 会特别特别这样的考 可是如果是司法官的题目的话 他就是用你一个中立的 一个法官的一个角度去审着两方的利益 那现在因为核治了吗 我是没有看到 再次去考试 如果你是某某的一个律师的话 你要去如何主张 这种民法的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你一个中立的一个审判者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你就会发现 这种特殊侵权行为在要件简化 代表说你不用个案去含舍 在这里 到底没有符合这个要件 就可以去肯定原告的一个请求 因此过失被推定了 因果关系被推定了 我们的一个这个欠缺被推定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 其实你某程度就可以简写这边的一个内容 相对的一般侵权行为 没有任何的一个推定 所以你的因果关系要写 你的一个这个故事 为什么符合因注意 能注意而未注意也要写 所以要件简化这东西先写 也会让你呢比较好去写 最简单的情形就是车祸侵权 一个简单题目说 某甲呢开车超速 不小心撞商议 你就应该要先写191条之2 只要是动力车辆的驾驶 很好含舍嘛 动力车辆的驾驶 驾车当然就是使用的一个情形 注意一下我们的191条之2是使用 所以使用不一定要发动 不一定要发动 我们认为191条之2 除了点心的车祸侵权之外 还包含几种呢 例外你要去注意的情况 包含什么呢 你去看一些新闻 是不是有可能那种大卡车 大货车 因为没有好好的去把他的这个货物固定 所以在这个公路上开始掉包 就是货物开始掉来嘛 那杂重后车 如果是些钢筋的话 这个绝命终结站就来了 这种穿过去 这种情形也会被实物认为说是使用 使用动力车辆191条之2 也包含呢 你是停在路上面 可是你算起火了 可是你违规并排停车 这种情形 如果各位同学有去骑骑车 你就知道其实很危险嘛 你就开始去钻 那后面的车可能就把你撵过去 你就可能突然跌倒 这种情形 违规的并排停车 也会被认为是191条之2 也包含什么呢 没有去两段式的开门 然后你开门就击中后面的这个 机车骑士重骑行 都叫做动力车辆的一个使用当中 不过你要注意 这个两段式的开门 因为我们的请求人基础 去请求是驾驶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是要驾驶那一侧 去没有好好的开门 才会构成191条之2的一个问题 好 所以简单来说呢 车祸侵权或者是其他这种 扩张的一个使用的一个侵权 191条之2直接给你推定 你是有过失的 好推定有过失 所以过失这边呢 你就不用详细的去做 喊涉 那车祸侵权除了191条之2之外 我们说的车祸三宝 你一定要注意 191条之2 184条的第二项 美根的老师 往往会让车祸呢 变成是什么 违规左转 闯红灯 超数等等 这里就会违反 我们之前跟同学说的 道交管理处罚条例的一个规范 也包含说呢 明明知道这个人是无效 你还把车子借给他 最近老师在第一卡上看到一篇 超级就是荒谬的一个文章 他叫做 男友要我帮他付48,000的无照罚款 他在讲的是呢 就是女生他自己有驾照 也有机车 所以他就平常就是载这个男生嘛 男生没有机车 那有一天呢 这个男生就说 男生要载女生 我载你 然后就载他 然后他就说 那你好好气哦 那有一次呢 他们就被拦下来 因为他这个男生可能就违规左转 那拦下来之后呢 就是这个警察就看看之后 他说 先生 你没有驾照耶 然后女生就傻眼 他就听他的男友 我问他说 是 是 我没有驾照这样子 然后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 非常非常的生气 然后之后呢 他就跟他男友说 要我借你车可以 可是你一定要遵守道路交通规则 所以他明明知道 还愿意把这个车子借给他 所以在有一次里面呢 他就男友就传讯息跟他讲说 我又被抓了 他说呢 其他每个人都呢 就是停到这个旗楼上面 那个警察只抓我 他觉得非常的随 然后这是因为他这个累犯的关系 他最后被罚了四万八 他希望女生帮他出一半 他希望女生帮我出一半 然后下面他就说 这个太渣了 太夸张了 就说 这个男生干嘛不自己去考驾照啊 然后这个男生的说法是这个样子的 他说他原本是有驾照的 但是因为他有一个朋友酒驾 报了他的身份证字号 所以他的驾照就被吊销了 然后呢 在这边呢 下面就有点吐槽说 你以为警察就是这么烂吗 就是随随便便就是报个身份字号 他不会去吵 他不会看你是不是同个人 然后下面好像说 那个警察不是只抓你啦 是因为警察被被眼睛很利 他看到就是你很心虚这样子 所以各位同学这个 我觉得警察有时候眼睛真的是蛮刁的 还是蛮厉害的 所以这个同学可以注意一下 那总之啊 在这种情形 虽然我们是觉得这个男生 要女生去帮忙付四万八 好像也不太合理啦 毕竟也是你一直如说什么我要去骑你的一个车 但你要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的男生造势了 女生是会构成185条的帮助 我们会认为说他有容认的一个故意 好 那184条的第二项 他也有推定的过失 可是你要注意一下 他比191条之2 在实际上面稍微难用一点点 因为184条第二项 他推定过失的前提是 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 所以原告要证明说 你是不是真的违规逐转 你是不是真的闯红等等等 才会发生推定过失 可是191条之2 你只要去使用动力车辆 就会被推定过失 好 那最后一个呢 当然就是184条的一项前段 通常啊 就会造成 这个生命 生挺啊 或者是物权的一个侵害 在这里就没有推定过失 所以过失在这边 你可能就要稍微去寒舍 所以一般的情形就是 特殊到一般 我们之前跟同学讲的这种 工作物的所有人啊 工作的所有人 等等都是一样的 但什么样的情形 是一般到特殊呢 什么样的情形 是一般到特殊呢 大概就是跟同学讲 在这个特殊侵权行为的要件里面 184会是一个前提 这种184会是一个前提 最典型的就是187 188 法定代理人的责任 以及雇佣人的责任 是不是以小孩子 无行为能力人 限制行为能力人 或者是受雇人构成184 作为前提 是 它的要件其中有一个 就会是受雇人构成184 或者是呢 至少你的小孩行为时 可能有识别能力构成184 或者是没有识别能力 至少符合除了主观要件以外的其他的客观要件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如果你不去先写这个小孩子的184 受雇人184 你觉得你187跟188会好写吗 当然不会好写 因为你的要件第一个就是说 啊我们的受雇人构成184 那你总会在这边188这边又要写 它是不是构成184 那你的一个开标就会变得非常的柔长跟杂塌 而且感觉没有提醒 因此在这两个东西的时候 绝对绝对绝对要先写 真正构成侵权行为的那个直接的一个加害人 他的184 OK吗 那这两条呢 会有一个稍稍的一个落差 同学帮我注意一下 陈仲武老师非常强调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陈仲武老师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同学要记忆 这两个东西可以连结到一个东西叫做凶宅 凶宅刚好有两个电信案例 一个跟187有关 一个跟188有关 跟187有关的叫做阿姨帮大学生租房子案件 大学生在房子里面自杀 那阿姨才是她真正的一个这个承租人 所以承租人的一个责任会是在阿姨这边 那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这个大学生在当时还是未成年人 那现在18岁就成年 你帮18岁小孩租房子 你可以比较free 你不会当时法定代人 那在这个个案当中呢 阿姨其实并不是法定代人 法定代人也不是这个小孩子的父母 而是他的阿公 因为他的父母已经死亡了 所以阿公在这边 他在南部 这个小孩子 腹脊北上求学 有没有构成187条的一个监管的一个不利 另外一个是 莱尔夫操伤的一个员工 在上大夜班的一个自杀的一个案件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你在一般的状况下面 你在这个路上走 你觉得莱尔夫的这个超商很多吗 好像不是很多嘛 就是全家 要么就是7 对不对 可是其实在民法上 指标性的重大令 都跟莱尔夫有关 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超商超牌打砸伤人 或者是这个大夜班在仓库里自杀 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可你家伙不要加这个莱尔夫很可怕 好那188跟184的关系就在于说 好这个员工呢 他在上大夜班就是一个人嘛 他在后面的仓库里面上吊自杀身亡 那当然这个房子也是租的 所以房东就要跟莱尔夫的这个 加盟店的一个店长主张说 啊你在这边情形之下呢 你要付乘租人责任之外 你要付188的一个雇佣人的一个责任 所以这两个东西 其实都会跟凶宅有关 都会跟凶宅有关 188在这里各位同学 你我们先要判定一下好了 以我们说的内在关联说来说的话 你会觉得一个雇主他应该要承担 自己的员工在上班时间 在仓库里自杀所产生的损害吗 这个问题就有点像是 妈妈嘴老板应不应该承担 谢一涵在工作的时间去杀人的一个损害吗 一个是自杀一个是杀人的一个损害 那其实如果你会觉得怪怪的话 其实都是因为你当老板 其实你也很难遇见 你的员工会恨你恨到 在上班时间自杀吗 最近中国有一些很有趣的 比如说就是老板在那边洗脸你啊 就是做法是什么呢 做法不是你直接跟他对抢 而是呢默默吊死在他办公室门口 让他一辈子有阴影 但是你应该没有这么恨的一个老板啦 所以在188的情况下 任何人很难想像你的员工 在上班时间去自杀 那没有办法预见 我说过了 损害的一个防阻或是分散 一切的前提都是可以预见 那在他无法预见的一个情形之下 又让他负这么高度的损害赔偿责任 不仅仅是对老板不好 也对每一个员工都不好 每一个潜在的受贡人都不好 为什么 因为如果歇含这个案件 引起舆论的哗然 我们的法院一再的去强调说 会构成呢 比如说那个客观说下面的一个 这个侵权行为 要负188的责任的话 那是不是雇主可能接下来 就会在你去面试的时候 要看看你呢 是不是精神正常 是不是有良民症 是不是有问你是一些药品等等 其实对于整个的受贡人来说 都是不好的 于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观点来去看说 不应该要让我们的一个雇主来去承担这个损害赔偿责任 因为他难以分散 他的结果很就是 下次选择很低度风险的受贡人 包含可能没有任何的一个前科 包含精神状况是完全正常 这个东西 或者是呢 要求每一个受贡人 你要来公司工作 OK 你要先呢 缴钱去保一些远工程师保证保险 或者是你要有人事保证人 找你爸爸来陪 如果你自杀 或是有任何的不利益的话 所以我向来是认为说 在这边无法预见呢 会是一个你去否认188最好的一个理由 这也是学理跟你说的不是呢 你自己独创的一个见解好吗 从风险的一个可承担 风险的一个分散来去讲 那至于187这里 我们说的最大的不同就是 187 陈老师强调你注意喔 187可能不以完全构成 小孩子的184作为前提 理由在于187它其实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什么呢 法人连带负责 还记得吗 行为时有识别能力吗 法代无法举证 证明他的监督无书写 可是也不要忘记 如果他的学任监督有书写 小孩子当时无识别能力 可能很小 或者是他已经重度忧郁症 根本无法按照他自己的一个期望 去做行指的话 在这里法代是有可能单独负责的 单独因为他的一个监管不利而去负责 所以我的陈中文老师 他提醒我们一点 187跟188看似非常非常的一个相似 但是187有可能真正的一个侵害行为人 他是没有构成侵权行为的 是有可能没有构成侵权行为 也要负187的责任 所以在184里面真正自杀这个小孩子 我们只要判断他的客观要件 行为构成侵害損害 以及因果关系不法性 法代就有可能依照187来去负责 而我们的188一定 一定要符合客观跟所观的表现 这样OK吗 好 那如果OK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呢 你要注意一下 可能要先写184 那就是共同侵权行为的185 理由在于我们现在的侵权行为 在184条185条的这个一项的前段 这种狭义的狭义的一个这个共同侵权行为 在66年的历变字一号决意之后 可以分成主观的一个共同 也就是说有犯益言诺有行为分担这种 一起去偷一起去抢一人压制一人强劫的情形 除此之外 刑法不承认的过失共同称犯 我们某程度是承认 我们承认客观的行为关联共同 的共同侵权行为 那你要意识到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最后呢强盗杀人 把这个被害人杀了 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就已经说我们要强盗杀人 有翻译联络行为分担 那么这两个人一定 一个人压制一个人去杀一个人去抢 这两个人一定从客观行为上面都会符合 生命权侵害的184吗 其实不会 如果我们客观去看两个人的行为的话 一个人去压制他可能就是身体权的侵害 一个人去杀生命权的一个侵害 一个人把他的这个包包拿走 财产权的侵害 是代表什么 主观的共同侵权行为就如同共同正范一样 在客观的情形之下 他们可能每个人都无法去达成184的最后 侵害生命权 身体权或者是财产权的一个侵害行为的184 但没关系 你们的犯益人如果你的行为分担互相远用 我就认为说你最终你们三个人都要去救 生命权 身体权 以及财产权的一个侵害 负损害非常责任吗 那就代表一件事情 你如果呢单纯去写185条的话 你就要去写每个人的行为是什么 所以你大概呢要先写什么呢 在这种情况下有个特别的点就在于说 如果是主观的共同侵权行为 又加以丙三个人 我会建议你们在这里呢 他们的184写成一组 却讲说夹有什么行为 乙有什么行为 丙有什么行为 分别侵害了什么的权利 再去马上援领185条的一向前段 说这三个人的行为 我们不可以去客观的割略 而应该认为他们是一起去做的 构成185条的连带责任 这件事情OK吗 这是个比较容易的写法 184不要开三个标 不要分别去讲加以丙 因为这样子写会非常的麻烦 非常的麻烦 你会发现每个人可能都无法 完完全全的构成整个的184 好那假设如果是客观行为 关联共同的话呢 好客观行为关联共同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点就在于说 你要造成的是同一个损害 整个的185条的连带责任 它背后的法理跟制度目的 就在于减轻原告对于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所以如果是过失构成共同侵权行为 我要你把所有的损害绑在一起 这会有个前提 你们虽然没有犯益联络 没有主观的一个连结 可是你们客观的行为造成共同的损害 导致在客观世界里面 我很难说在这里你是造成几%的损害 而我是造成几%的损害 你们就是共同造成同一个这么多的损害 所以我不让原告去证明说你是40% 他是60% 仅能请求比例责任 你们应该要为这种共同的客观行为 关联共同造成同一个损害 去负连带的一个责任 因果关系不明 比例不明啊 这里的英国关系不明是比例的不明 而不是像我们185条的这个第二项 共同危险行为 因果链的不明 不是比例的不明 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 统一损害这个概念就变成非常重要 举例来说 我们常常说呢 客观行为关联共同的一个共同性能行为是 甲跟乙同时重到比车 但请各位同学帮我注意一下 如果这里的损害不是共同的 不是同一个损害的话 我们还是只让他们各自负各自的184 举例来说 这个插状是轻微的 乙跟丙同时 乙跟甲同时撞到了丙车 因为这个车祸的事故 但是乙呢只撞到这边的一点点的脚脚 甲呢只撞到这边一点点的脚脚 这个丙车根本就只有稍微的凹陷而已 凹陷一凹陷二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就不会认为它是同一损害 因为我们可以说乙就是造成这个 甲就是造成这个 那就各自负各自凹陷的损害批养责任就可以了 所以这种情形就是 乙负自己的184 甲负自己的184 非常合理 自己行为责任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不用为其他人的行为负责 OK吗 这就不是同一损害 所以我们真正讲的同一损害是什么呢 比如说追撞的情形嘛 乙呢先撞到我们的一个丙 然后甲呢 因为刹车不及也撞到我们的一个丙 丙在这边假设他是一个人 乙撞倒了夹最后撵过去 所以最后夹死亡了 我们发现趋役不可 如果乙没有撞倒的话 丙的话 丙可能就逃走了 那如果他撞倒了 如果没有夹的话 他最后也不会撵过去死掉 所以各位同学 在这边最后夹死亡结果里面 我们可以轻易的说 到底乙占几%夹占几%吗 非常困难 所以这种情形才叫做同一损害 所以各位同学你帮我记得 在考题里面 所谓的共同 行为关联共同 造成的指的是同一个损害 在因果关系不明 比例不明的时候 我们是让加害人 来去承担风险 所以客观行为关联共同 你在含设的个案的重点是 他们的客观上的行为 两个人撞车的一个行为 是不是真的造成了统一的损害 如果是的话 你才可以让他们用185连带 减轻原告的一个取证责任 那上面是因为你有翻译联络 互相远用 所以说所有的一个最后损害的结果 的因果关系损害 你们都应该要共同去负责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而下面比较重要 因为这是我们的刑法没有 只有侵权法有的东西 那同样 是不是造成统一损害 这件事情是185 但是是不是构成侵权行为 比如说在这里 假设我们共同年子的病 可是乙在行为当时 他是无识别能力 也没有原因自由行为 那乙是不是就不构成自己的184 他就无庸去负责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请问乙还会跟甲 构成185的客观行为 关联共同吗 不会 那代表什么 代表在下面客观行为 关联共同的一个情形之下 是乙跟甲都要符合184的要件 才有可能构成185连带 因此你的全修班老师 不管是不是我 他应该都会跟你讲说 185是184加184的一个连结 变成185 这件事情在客观行为关联共同是 没错的 可是在主观的一个共同里面 未必 未必 他可能未必有导致 这个人型的未必有导致生命权的侵害 但是我让你跟其他人去负责带 你还是要负生命权侵害的损害批养责任 好吗